今次的这条题目呢 它就说到涉及到有三个未知数的 而以知条件呢 它就给多一条这样样的方程 这条方程呢 就是关于这三个未知数的立方 全部都涉及到的 关于三个数的立方呢 我隐约记得呢 我们有一条色就可以把它分解的 那这条色是什么呢 这条色呢 就是这一条了 关于三个数的立方呢 就在这里了 那就少了项的 就少了项 减三个... 就是我这里用ABC 那如果我们有A立方加B立加C立再减三个ABC的话 那就可以分解成这样样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那怎么可以运用这一条色 Apply到这一条数 那上面既然有三个数 三个立方加起来 一个,两个,三个 这三个立方加起来呢 等于0 那既然是这样的 我们当然就不要破坏这个等于0 那我们就... 做一条这样的色 首先就是前面 那这三个立方都在这里 3 加Y-1-3 再加Z-1-3 那... 然后我要... 加和减三个ABC 因为我们要这样才可以分解到的嘛 对不对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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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需要更加一个这样的titel 那就是3ABC的 好了 那... 那... 那组 int os 总算都讲到明白了 那我们有这三个Tern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额外减一件东西呢? 就是因为我们要四 开头起手的这四个东西呢 拍一起看,就可以分解 分解做上面这一条式 那我们一起看看可以分解做变做些什么了 那,第一个括弧 就是A加B加C A加B加C也就是 X-1 加Y-1 再加C-1 那,右手边这块东西呢 嗯,就比较复杂了 那我给一个大符号 叫Alpha,我不理它了 那一会儿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不理它了 那这块东西呢,再加三个ABC 那,是时候呢 踢回ABC出来看看 那A呢,就是 X-1 B就是Y-1 那,C这个东西呢 就是Z-1 那,这个东西呢 等于0 那,然后我们一起看看 嗯,由于这一条题目呢 那,神组就已经说了 X加Y加Z这个东西呢 就等于3 那,而下面的这一块呢 那,这个东西呢 也就是X加Y加Z 这个东西呢 再减3的 那,大家一眼观测一看就已经知道 既然这三个东西加上等于3 那,3 就逆变了 3-3 这个东西等于0 那,嗯 那,嗯 前面两个东西双成 那,我终于不需要你Alpha 这东西是什么了 那,前面这两个东西双成呢 成了出来 由于这一个 等于0的关系 那,所以这一个呢 都可以不用理 这两个双成出来等于0 那,一个0 那,要加一块 什么东西 那,得出来的结果都是等于0呢 那,我们就夹死了中间的这块东西呢 当然是需要等于0啦 没得选的了 那,既然等于0的话 那,3又是一个常数 那,也就是 我们都没得选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又夹了答案出来啦 要是,就是X-1 这块东西等于0 或者Y-1 这块东西呢 等于0 又或者Z 这块东西等于0 那,于是这呢 那,我们就会得出一个这样的结果啦 那,又是X等于1 或者Y等于1呢 或者Z 这块东西呢 等于1的 那,这条题目呢 加回一些或者字下去呢 那,就做完了 那,这个就是题目要我们找的东西啦 X,Y,Z 其中一个等于1的嘛 它们情或者者的关系 那,由于是3个里面 一定有1个需要等于1的 那上面这条色才会有机会等于0的 那,就是这样啦 那,证明完了 吧 那,证明完了 2 2 2 3 4 感谢观看